两名头发花白的老阿嬷在镜头前亮相 他们可是中国目前最潮的网红之一 他们被称为时尚奶奶 靠着一系列的搞笑视频和潮流段子在网络上走红 目前已经累计有300万名粉丝 每个月更因此赚进上万元人民币 时尚奶奶成名的幕后推手是她奶奶的孙子阿龙 她当初一心想让自己成为网红 但不管怎么做影响力还是有限 当时的话我就也看到人家拍过自己的奶奶 我就想让我奶奶来跟我参与一下 后面就无意中拍了一个视频就上了 讲得对 讲得对 这句经典台词也因为这对老奶奶而走红 但阿龙说其实当初是因为老奶奶记不住太多台词 没想到却无心插柳成为经典 阿龙说走红之后奶奶的生活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大改变 不仅靠赚来的钱买冷气 还因此能多买几套衣服 生活变得更加丰富 但这并非就没有烦恼 阿龙坦诚 玩直播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她经常会因为想要构思创意而搞得失眠 尽管如此 婆孙俩都说 人就是要不断学习才不会被淘汰 老奶奶更说 红不红不重要 天天能笑才能不老 MTB7 综合报道